今天上午浙江大学校友会在亚特兰大召开了第43届年会 浙大领导 学术界 商界精英齐聚一堂 共续往昔的求是技艺 展望未来的创新之路 目前浙江大学在北美地区共有39个校友会 有2万多名校友在北美地区求学深造工作创业 大物之多 海马江河 黑雪无际 既天明 心上为道 心下为情 你主别依信 别处何等 既既作而行 而既死从 我都曾经在这之里 西连旧事 实际而求证 北美则二大校友会自从1976年成立以来 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联会 那么每年都在不同城市的地方举行 那这样的机会呢就给各地的会长和当地的校友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通常我们是在比较大的城市 这次在亚特兰大来 亚特兰大是一个新兴的城市 也希望借助这个机会 让亚特兰大的校友会 能够有更大的 更快的发展 亚特兰大的校友会 所值得特别棒 特别是自愿者 他们做得很细致 而且也特别有热情 他们是我们的新界里的校友会 很感谢他们 现在的年轻人呢 越来越多 整个校友会里面 年轻的校友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年会这种方式 在新到这个校友之间 让他们无相帮助 无相这个学习 能够祈祷这个老学站帮助年轻的校友 能够让年轻的校友更好的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 这个是我们这个校友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之一 另外一个呢 通过校友会这个平台 我们也跟学校警卫的结合在一起 能够养校友也能够无相 这个更好的会有某校服务 这个也是一个平台的价值 我们下期再见 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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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